18岁少年离奇失踪7年,被发现时已然成为一具干尸。 更为诡异的是,男孩是以一种倒立着的姿势蜷缩在逼着的烟囱管道里。 其下半身赤裸,周围还有手指抓到墙壁的痕迹,看起来遇害时绝望而无助。 这名少年为何会出现在烟囱里?少年死于他杀还是自己作死? 他生前又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2015年8月7日,来自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建筑工人查克,正在拆除着他的旧木屋。 随着建筑工人将笨重的吧台桌移开,一股难以忍受的腐臭味突然传来。 起初查克以为这是老鼠的尸体,但就当他将头探进烟囱口时,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他大惊失色, 只见他的头顶处有一具倒立的男性遗体。 而这腐臭味正是来源于这具男尸。 更诡异的是,这具男尸似乎已经在这悬挂多年,他身上的皮肤早已风干,紧紧贴合在骨头上。 看见这一幕,被吓得不轻的查克来不及多想,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 经过现场勘察警方发现,这具男性遗体上的种种迹象无一不透露着诡异。 首先,尸体的皮肤紧紧贴合在骨头上,看样子已经死去多时。 更为离奇的是,被害者身上只穿着一件毛衣,下半身全裸,膝盖在头顶上方,整个人呈胎儿的样子,一只手还捂着脸。 而在烟囱管道里,还有明显的挣扎痕迹。 那么,这名被害者究竟是谁? 为何遇害这么长的时间都没被发现呢? 他的遇害又会与屋主查克有关吗? 为了调查这具男尸的死因,警方只好先从发现遗体的小木屋开始查起。 据了解,这座小屋最早是雷头牧场的宅邸,而雷头牧场是当地臭名昭著的酒馆。 1912年,屋主伯格斯特将其改造成非法赌场,甚至还提供卖淫服务。 不多久,他便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而在50年代,查克接手了这间小屋,之后查克的弟弟便一直住在小屋里。 一直到了2005年,查克的弟弟搬出去了,小屋也就废弃了,几乎无人踏足。 随着调查的进行,警方也很快锁定了被害者的身份。 他就是7年前失踪的高中生乔舒亚,而案发地距离乔舒亚家里只有仅仅不到一英里的距离。 警方迅速将发现男尸的事情通报给了乔舒亚的家人。 寻亲7年的马杜克斯一家难以接受儿子已经遇害的消息。 他们祈求警方一定要查明真相,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负责调查的警方却认为,乔舒亚的死纯粹就是因为自己做死。 警方的推测是,7年前乔舒亚和家人发生争执,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但身上的现金很快花光了,于是想要潜入查克家窃取财物。 但没想到的是,查克家的烟囱太窄了,这就导致了乔舒亚卡在中间最终被活活冻死。 而法医的检测结果似乎也印证了警方的观点。 尸检结果显示,被害者的硬组织没有外伤痕迹,体内也没有检测出任何违禁品,这似乎就是一场意外。 但显然,马杜克斯一家根本不认可这一结论。 在他们眼中,乔舒亚是一个好哥哥好儿子,与家人的关系十分融洽,根本就不存在吵架离家出走一说,警方与被害者一家各执一词,真相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那么,乔舒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乔舒亚在科罗拉多州的伍德兰帕克长大,这里拥有着国家级的森林景区。 从小,乔舒亚就喜欢带着两个妹妹到森林玩耍,在家里,父亲和母亲也会充分尊重乔舒亚的意见。 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乔舒亚,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忱,她留着长发,热爱音乐,闲暇时喜欢写作。 这样一个活力四射的男孩,同样赢得了老师同学的喜爱。 只是在2006年,乔舒亚曾受到打击短暂的一蹶不振。 2006年6月1日,乔舒亚的哥哥扎卡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哥哥的死对于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自然也包括乔舒亚,但挺过这一艰难时期,乔舒亚很快又恢复到活力四射的样子。 用她的话来说,她要替哥哥看没有看过的世界。 2008年5月8日,乔舒亚收拾好行李,告诉妹妹凯特自己要出去旅行。 凯特知道乔舒亚经常出去远足,因此也没太当回事。 晚上乔舒亚并没有回到家中,马杜克斯一家虽有些担心,但也没太放在心上。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乔舒亚始终拨不通的电话,马杜克斯一家终于坐不住了。 2008年5月13日,凯特来到警局,报备乔舒亚的失踪。 警方当时推测,乔舒亚可能只是离家出走了,因为她已经成年了,且也没有任何关于谋杀的迹象。 但为了对这一案件负责,警方依旧张贴了乔舒亚的寻人启示。 与此同时,马杜克斯一家也开始四处寻找乔舒亚的踪迹。 从几天到几周,再从几周到几个月,家人从没有放弃对乔舒亚的寻找。 乔舒亚的父亲会经常前往斯普林斯附近的营地以及流浪汉收容所搜寻,但却始终一无所获。 并且从乔舒亚失踪那天起,马杜克斯一家就再也没有搬过家。 他们认为乔舒亚一定还会回来,不想到时候儿子找不到回家的路。 可尽管如此,饱含希望的马杜克斯一家,还是会在斯普林斯发现无名遗体时,第一时间去警局认领。 每当发现遗体不是乔舒亚时,他们便会长舒一口气。 这一次收到乔舒亚遇害的消息,凯特表示十分惊讶。 他根本无法相信,一家人找了这么久的哥哥,竟然就在自己眼皮底下。 一想到寻找哥哥的途中,自己或许曾经忽视了哥哥的呼救,凯特就忍不住掩面哭泣。 2015年9月28日,在无法找到其他线索的情况下,验尸官就乔舒亚一案,做出了意外死亡的裁定。 其死亡原因是爬进烟囱后卡到管道里,最终因体温过低而去世。 但此结论一出,引发了诸多质疑,因为这桩案件中还有着许多解释不通的地方。 首先是查克对于这一结论表示质疑,根据验尸官的结论,乔舒亚是自愿进入烟囱的,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这座烟囱建于20年前,那个时候,为了防止动物或者碎片卡在烟囱里,人们会在烟囱里面安装一种又大又厚的金属丝网。 这种金属丝网通常都被安在距离顶部一排砖头的位置。 然而验尸官对此却表示,根本没有人看到过金属网,照片上也没有金属网的痕迹。 对此查克表示,当初拆卸木屋的时候,所有的金属制品都被放在了卡车后面运往废品厂处理,所以如今现场才没有金属网。 双方各执一词,最终验尸官做出承诺,表示三天之后重新开始调查此案。 与此同时,烟囱死尸一案也引发了重疑,显然警方的解释并没有说服众人。 首先,房屋顶部是安装了金属网的,没有工具的乔书亚是怎么进去的呢? 即便乔书亚当时徒手打开了,但倒立着的乔书亚根本无法复原金属网。 又或者说,乔书亚是从烟囱底部向上爬,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又怎么会把自己卡死在里面无法退出呢? 更为诡异的是,乔书亚被发现时下半身处于半裸状态,而烟囱管道的空间如此狭小,人根本腾不出手脱衣服。 这表明在进入管道之前,乔书亚就脱了裤子。 按照警方的说辞,乔书亚的衣服放在了火炉外面,那就证明乔书亚是先进入了屋子,然后脱了衣服,接着来到外面从烟囱爬下去,这显然不太符合常理。 而现场工人则表示,厨房墙上曾有一个吧台桌,它本来是被钉在墙上的,但施工那天,这个吧台桌出现在烟囱下面,死死荡住了烟囱出口。 那又是谁移动了这个吧台桌呢?这个移动吧台桌的人会与乔书亚的死有关吗? 很显然,警方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时间渐渐来到了2016年,此时烟囱命案带给人们的刺激,也逐渐被其他案件所代替。 然而一条帖子的出现,再一次将这个案子推向了风口浪尖。 在一个名为认识连环杀人凶手是怎样一种体验的话题题中,一位署名为曼吉安的留言,瞬间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曼吉安表示,自己有个高中同学名叫安迪,是个非常奇怪的人,浑身脏兮兮的,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玩。 但只有一个名叫乔书亚的男生愿意和他一起,他们还约定之后出去旅游,只是没多久乔书亚就失踪了,安迪则孤身去了新墨西哥州。 在那里,安迪还捅死了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后来安迪去警察局自首,但警方发现凶手另有其人,也就没有起诉安迪。 这条帖子一经发出,就有细心的网友察觉到,这个安迪很有可能就是烟囱命案里搬走吧台桌的人。 接着又有网友很快跟帖,表示自己和安迪也是一个高中。 那个时候安迪还和大家四处吹嘘,自己曾把乔书亚塞进一个洞里,于是就有网友推理。 案发时,乔书亚和安迪应该是一起进入了屋子,但两人因为某些原因发生了口角,乔书亚想爬烟囱逃跑,安迪却在追赶时把乔书亚的裤子和鞋拽下来了。 而乔书亚爬到顶部才发现烟囱是封死的,由于烟囱管道过于狭小,也就导致了乔书亚被困其中。 而安迪发现后,不仅没有展开救援,还将厨房的吧台挪过来,直接封死了烟囱。 一时间,铁子的热度居高不下,相关媒体立刻前去新墨西哥州调查。 据了解,安迪一直患有精神疾病。 2009年5月2日,安迪谋害了残疾人安东尼先生。 当时安迪表示,自己清醒过来时,安东尼已经死了。 除此之外,安迪还表示自己曾在陶斯谋害了另外一名女子,并将她的尸体塞进了桶里。 媒体迅速向当地警方求证此事,警方表示确有歧视。 但凶手另有其人,至于安迪为什么要说是自己谋害了女子? 警方解释道,也许是因为案发时安迪目睹了该女子的死亡,从而刺激到了她。 导致了精神疾病的发作,使得安迪误以为是自己谋害了该女子。 随后新墨西哥州的警方,便将注意力集中在安迪夺命残疾人安东尼一案。 遗憾的是,没多久安东尼的看护人就在酒吧的兜中丧生了。 关于安迪的定案也陷入了困难。 2009年9月9日,认罪听证会上,安迪的辩护律师表示,安迪目前的精神状态很不佳,无法认罪。 法官表示允许延后审判,但紧接着的9月12日,安迪试图越狱却失败了。 安迪的审判持续了两年,一直从2009年9月到2011年5月12日。 2010年5月6日,安迪被送往新墨西哥州的行为健康研究所接受评估。 以确定是否可以接受审判,2011年3月,安迪被要求接受DNA检测。 然而奇怪的是,2011年5月12日,博纳利欧县法院的网站上只是简单地描述着对安迪撤诉。 原因是唯一目击者死亡,便再也没有其他消息。 相关媒体尝试获取开庭记录,却被告知记录早就遗失了。 当然,安迪的作死依旧没有结束。 2019年3月5日,安迪袭击了三名警察,如今正在德克萨斯州监狱服刑。 媒体将相关发现告诉当年的验尸官伯恩,伯恩却表示,安迪有长期的犯罪记录, 曾在波特兰和西雅图军服过刑,在新墨西哥州也有过法律纠纷。 安迪常年过着流浪的生活,警方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乔舒亚失踪时,安迪就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而关于传闻中,安迪是最后一个见到乔舒亚的人,但没有人能够告知准确的时间和具体情况,因此无法得出七年前的线索。 事情到了如今这步,再多的讨论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2015年10月17日上午11点,乔舒亚的家人在教堂为他举行追悼会。 谈及亲人的离开,乔舒亚的父亲表示,他确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不是自我了结,只是死因和凶手都没有找到,让人有些难过。 而凯特却表示,七年来,家里一直沉浸在哥哥究竟是生是死的纠结中,如今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心中反而解脱了一些。 乔舒亚的故事,仅仅只是都市怪谈中的冰山一角,每一天都有无数网友在屏幕背后扮演侦探,但不管怎么说,乔舒亚的生命再也无法回来了,真相也无法还原。 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仅仅只是希望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认真的对待,还受害人一个真相。 关于这桩案件,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听离奇案件,平百味人生,我们下期再见。